你算什么东西就赶来要钱 王总不在 给我管 石经理 高佳人你也敢打 你可真厉害 高佳算什么东西 更何况这个女人不过是高佳的一个妻子罢了 我帮王总摆平了这事 王总感谢我还来不及呢 气死我了 我姐下午就去了城南王家的公司 去要那两百万欠款 但她根本就没有见到那王家的人 只是见到了王家公司下面的一个经理 我看我姐脸上有些肿 在我再三的追问下 我姐才说是那个叫石千的经理 打了她一巴掌 并且把她赶了出来 城南王家 你们找死 而此刻城南王家的公司总部 正在办公室内 跟长腿美女秘书玩游戏的王彪 突然就接到了北江市地下市里大佬龙九的电话 王彪 你晚了 不想死的话 就待在公司 或者你可以试着跑一下 九爷 我 我实在是想不出小的在哪里得罪了您了 九爷 还请您明说 不管怎样 我都愿意受罚 就请九爷饶我一命吧 请九爷饶我一命吧 王彪 你完了 你得罪了九爷我 你可能还有条活路 但你最悲哀的是 你压根就不知道你到底得罪了谁 九爷 您 您也得罪不起的人 你就是王彪 回 回大人 小人 小人是王彪 你多欠高家两百万货款 今天高家人过来要钱 你怎么做的 从十招来 否则你将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嗯 大人 我今天没见到高家的人啊 我真的没见到啊 货款是吧 我现在就还 对 我还十倍 我还十倍 我对你之前的事情不感兴趣 高家今天确实来人了 你说你不知道 大人 我发誓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啊 等等 不对 大人能不能让我问下我秘书 我问你 今天有高家的人来要账吗 仔细想 快 快说 快说啊 王 王总 今天高家事 是有人来过 是一个女人 只是被销售部的十签给轰出去了 听说那 那十签还打了那女孩一巴掌 王 王总 我 我只知道这么多 十签 我都你了 那十签在哪 现在在哪 还在公司没有 没 没在公司 他 他走了 我 我不知道他在哪 去抓人 我给你半小时的时间 半小时之内 我见不到人 后果自负 通知所有人 给我抓人 叫十签 王家公司销售部的十签 赶紧把人给我抓过来 而这会儿的十签 已经被吓尿了 刚刚他在公司附近吃烧烤的时候 突然上百号人围了过来 二话没说就把他给抓走了 九 九爷 我 我是十签 哇 我什么也没干啊 给我打断团 我大哥马上就到了 龙九文言直接跪在了地上 此轻此紧 十签跟王彪的内心 都是震撼到了极致 大哥 他就是十签 打了嫂子的人 我正准备废了他的手 就是你 打了我妻子高薇薇 大 大人 哇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您妻子啊 哇 我真的不知道啊 对 王彪 都是王彪让我这么干的 以前高家的人来要钱 都是他让我赶出去的 大人 饶命 饶命啊 同样跪在地上的王彪 这会儿也快被十签的话吓傻了 开他妈什么玩笑 能让龙九光听名号 就自动下跪的人 他怎么可能惹得起 放你娘的屁 你特么别诬陷老子 我压根什么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大人明察 明察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就是王彪 大 大人饶命 饶命 我不敢了 我明天就亲自去给高小姐上门道歉 欠款我还 我还 我十倍百倍还 你应该庆幸 现在我还不想在我妻子面前暴露身份 自己断一条胳膊吧 记住你说的话 明天去给我妻子道歉 但不允许透露任何今晚的事情 还有欠款 按照银行利息算法 进行偿还 懂吗 大人 我懂 我懂 谢大人不杀之恩 谢大人不杀之恩 他是谁 回大人 我是龙九 原来你就是龙九 今天上午的事情办得不错 起来吧 都是自己人 这段时间辅助天意好好干 如果做得好 可以给你一个加入我们的机会 龙九谢过大人 以后大人在北疆有任何吩咐 龙九赴汤岛火灾所不止 还别说 现在真有个事需要你去做 本来还想着让天意通知你跟江北辰去办的 但既然现在你在这 那就你去办了 是这样的 高家给了我妻子三个考核 第一个今晚已经完成了 那第二个就是高家 要让我妻子给高家接三个合作商 你去办吧 越快越好 但有一点 不要透露我的身份 是大人 大人请放心 我这就连夜安排